沈先生反映,9月底他买的新房交付了,验房时发现了不少问题,整改之后还是没有彻底解决问题。 沈先生买的房子在渔航梁主万科劝学里小区,面积89方,总价250万左右。 我想相信大品牌,大公司,万科的准备错,到2019年9月30号交付给我们了。 沈先生说,新房精装修现代简约的风格他很满意,但当天验房就发现一系列的问题,比如不少板材空骨,踢脚线安装不到位,阳台墙壁边角不垂直等。 沈先生向物业报修,对方答应上门整改,同时还表示会以赠送礼品的方式进行补偿。 按照沈先生的说法,整改后的效果还是不行。 他说,现在东边阳台上的铝合金门窗已经定制完毕,阳台水泥胶柱尺寸有差异,窗户安装不了。 现场,沈先生再次用水平测量仪测量,可以看到从底部到顶部误差在一厘米以上。 来到小区物业服务中心,前台人员表示负责人不在,会进行电话回复。 这户业主家呢,确实是有些空股的情况,对这个我们也是感到很抱歉的,给他造成了一些困扰。 所以呢,我们在接到这个反馈之后,很快跟他进行了联系,也上门去查看了这个情况。 那么经过双方前期的交涉之后呢,我们是在11月29号,然后给这个业主提供了书面的一个维修方案。 可能呢,这个业主呢,还有一些其他的考虑。 苏女士表示,接到沈先生反馈后,物业安排维修部工作人员上门,同时制定了一套整修方案。 可能在补偿的问题上,双方没有谈妥,所以迟迟没有动工。 那么我们现在呢,也是一直在沟通这个事情,那接下来呢,也会跟他去协商,那争取更好的去解决这件事。 1818黄青眼记住报道。